双11因为最早是中国开始做的 所以说 但是在马来西亚很多本地的这个 卖家也好买家也好呢 还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最早的双11呢 就是我们说 中国那边看也做活动呢 我们每个卖家自发性的也做一点活动 这样 所以说最早的是这个1.0 然后到2.0的话呢 平台也逐步开始带入这个双11的概念 然后平台也会开始做一些活动 但那个时候呢 其实活动也是比较简单 只是同时大家啊 已经有双11 所以上来买东西 其实现在马来西亚的这个状态 就有点像中国可能四五年前的那种状态 就是大家开始逐步开始习惯网购 然后会提前把一些我要买的东西 提前全部加入购物车 网上跟线下最大的区别就是 顾客能够获取产品的信息呢 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就是我们说在哪个shopping 你点进这个产品链接 你能够看到商家介绍给你 然后他通过图片 通过文字介绍 甚至是拍一个小的VD告诉你 然后还有一些顾客的一些好评来描述 所以说我们在选产品的时候呢 一定要它的特点非常突出 所以我可以用几张图几句话 把这个产品选清楚 然后第二呢 当然很重要 大家为什么会上网买东西呢 价格便宜 所以说它的价格呢 也要非常合适 如果说你是一个很有品牌的 一个知名的企业呢 当然如果要去做电商的话呢 其实确实还是要经历蛮多的一个步骤 因为首先 就是说你可能要去做 跟你线下渠道销售 完全不一样的方式 你首先可能需要一个团队 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公司的预期不是很高的话呢 完全可以以一个小 两个人的团队起步先 一个人呢 可能负责客服 然后另外一个人呢 负责包货 处理订单 其实这就已经基本上是可以了 然后结合公司现有的业务 然后把一部分的产品 逐步的转化到网上 然后同时呢 这两个人呢 也可以去学习经验 然后逐步的去 就是把这个业务做起来 然后如果业务逐步起步呢 就可以再增加团队 我觉得大家要搞清楚一个概念 就是很多人 我们经常说 Lazeta Shope呢 是一个商城 我上来开一个店 就好像在商 我就好像在商场里面 开一个店铺这样 如果是拥有这种思维呢 我比如说 其实这个是错误的 我们在Lazeta Shope开店呢 其实更像是 我们把产品 放在Lazeta Shope这个超市里面去卖 首先你的产品呢 首先上到这个平台 然后呢 Lazeta Shope会给你一些 很小的流量 去尝试一下 看看你的产品好不好卖 如果你的这个产品好卖 Lazeta Shope会逐渐分配 你更多的流量 一直到 一直到你的产品 卖到非常好 非常好 一直卖到顶流 所以他 只要你的产品好卖 Lazeta Shope会不断分配给你流量 就好像超市 在每一个旺季的时候呢 会把最热销的产品 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给他的顾客来看 所以我们老板呢 其实要非常敏锐 要会去研究平台的数据 然后去找到这个爆品 很多开线下店的老板呢 每天Shopein Mall进来的人 然后这些人又走到你店铺呢 这就是你店铺流量 流量是自己来的 所以说老板其实不需要去担心这个问题 但是网店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必须讲流量 很多流量呢 是老板要自己去找的 首先自己找的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你要把你的产品做好 你的产品做精 用产品呢 去吸引这个顾客 而这个产品呢 最重要就是产品的质量本身 对不对 对 是的 首先产品的质量本身 然后第二呢 就是产品的价格 一定要非常好 对于我们来说 无论你的产品呢 就是售后 有没有售后 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让你去跟你的 拉近你的客户的关系 当你跟你的客户的关系 做得非常好呢 你就可以增加一个叫 复购率 就是有的顾客 可能是第一次的顾客 然后过后他会 每次经常给你购买 这样你的声音量 就会增加的非常快 其实我觉得 带货直播来说的话 重要的不是货 重要的是带 是谁来带 所以说通常我们看到 马来西亚做的 很好的直播了 第一 他有一些非常 超乎寻常的视觉效果 就是说 首先你打开直播了 三秒钟 你就被他吸引到 第一 或者是这个人 他很有特点 或者是他做的背景 很有特点 或者是他可能 打一些灯光 一些灯效 或者他在 他在做一些动作 比如在跳舞 或者在唱歌 或者是做一些 很不寻常的东西 让你首先 以一个好奇心 能留下看 所以说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我本来就会说 我看到 我看